空气释放值使用方法 首先安装好固定夹并连接好管路 安装好固定夹之后管路连接方法 首先出水口连接耐热夹套玻璃室管下方 耐热夹管玻璃室上方连接恒温槽下方 恒温槽上方连接仪器上方 仪器上方空气出口连接耐热夹管空气进口 仪器侧边放入干燥剂 然后加热域倒入纯净水 倒入之后打开仪器 打开仪器 选择合适的语言 然后根据国家标准设置温度 设置完成之后准备样品 准备180毫升的样品 然后将空气试管取出 取出之后将样品倒入试管 样品倒入试管之后继续将样品加入至恒温域中 添加热 添加完之后 打开水循环发门 并且打开水循环按钮 打开水循环之后 点击恒温 加热 等待仪器升温到指定温度 并且恒温30分钟 恒温结束之后 选择合适的密度计 放置至试管里 读取密度计上刻度 精准到0.001 反复读取两次 不能有误差 读取完成之后 记录当前密度值 然后将密度计取出 密度计取出之后 放置在旁边恒温 槽中 密度检测完之后 将气路管连接好 连接好之后 等待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 点击开始 等待仪器 通气结束 通气结束之后 迅速拔下通气管 放入密度计 然后观测 密度计值 变化到空气体积 减少至0.2% 也就是之前观测的 密度计体积 减0.00170 记录这一过程 所需要的时间 就是空气释放之 密度计到达规定值之后 点击屏幕 结束实验 记录当前时间 即空气释放之 不咕 剪辑 不咕 不咕